今天这个两口子啊 带着幸福心愿来的是吧 嗯 那我们有请秦子莺上前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让我的爸爸看到我幸福的模样 好 来 请回来 刚出去过那会儿 爸爸就特别的特别的伤心 然后呢就是说我跟你 就之前说就是我从脖子往下 完全都不能动 只有嘴巴会吃饭的时候 吃饭都要人会的时候 那个时间是我爸爸一直在照顾我 就是因为我爸爸照顾我 劳累过度 然后爸爸的眼睛瞎了 哦 爸爸眼睛出现了问题 这个失明了多久了 就是我爸爸 我刚出车我爸爸照顾了我两年多 那个时候就看不见了 也有十几年了是吗 检查了吗 什么问题 血管就给那种 压迫倒出 压迫的堵到了 觉得着急丧火 然后就神经就萎缩了 他看人只能知道是个人 他看不清是谁 爸爸也来了是吧今天 对 我们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隆重地把爸爸和妈妈 请上来吧 好吗 来 请开门 叔叔 刚才这个英子说 她的愿望就是希望您能看到她现在的幸福 现在英子过得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 对这个女婿满意吗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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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不到 但是如果英子能站着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 我觉得是对老人 对对对 其实真的一个让他们最欣慰的一个举动 灰灰能不能扶着你爱人 跟爸爸妈妈拥抱一下 爸爸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 而且我现在找到一个对我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男人 他对我特别好 爸爸 你再也不用担心 你老了以后我怎么办 对我特别好 你看不到你可以摸我的脸呢 我脸上都是要的 好好地燃 爸爸我现在看不到我这个 我会像正常人一样的去想办法挣钱 我一定要把你的眼睛治好 一定要让你看到我幸福的模样 我现在还没有举办婚礼 我要等我举办婚礼的时候 让你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 希望爸爸能够看到你幸福的模样 那小叶姐姐也希望能够送给你一身婚纱 希望你能够穿着雪白的婚纱 嫁给这个你真正爱的 他也知道心疼你的 懂你的 愿意照顾你的男人 希望你们全家都能够开心 其实现在我们回头看 我们才发现 实际上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最无视的 有的时候在很多人生大事上面 我们真的要听妈妈的话 听爸爸的话 你为你年轻感爱这个板块 你付出了两次的代价 但是你不要抱怨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咱们要学会放下 我们深圳是拉桥文化 我愿意在叔叔治病这个板块 我助力一千元 对希望有时间 还是带叔叔去好好看一下眼睛 你在经历了两段炼狱般的感情过后 然后碰到了一个这么爱你的男人 这里我祝福你们 幸福美满 但是总归一句 百善效为先 我们红辣椒文化传媒 是一个有温度有梦想的新媒体公司 我代表红辣椒文化传媒 向你们的心愿 助力一千元 你从半条命中走过来 非常开心的是 你终于能站起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会感觉到你成长了 你对爱要重新定义了 事实上作为女人 我们会看到 还是要靠自己 对爱的渴望 要有分寸 杭州陕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助力一千元 希望你们呢 给你们一点梦想 希望你们呢 能够看到光 阳光能够来拥抱希望 看到你刚才能站起来 我也感到很惊奇 因为神经的恢复 实际上是很漫长的 但是你能站起来之后 你进一步恢复 肯定希望还是很大的 还有呢 就是你的心愿呢 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的 所以我们长村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 愿意对你的心愿呢 助力一千元 希望您的父亲呢 能够尽快得到 及时的诊断和救治 早日呢 见证你们的幸福 其实我们人生 每条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我们在最初选择的时候 就应该擦亮眼睛 但是遇到了困难 我们来承担 我们来勇敢地站起来 未来的人生 就还有无限的期待和可能